我们再来说这么一个消息 羽毛球项目在2016年奥运会之后命运未卜 那么这条惊人的消息呢是来自英国媒体 7月31号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最后一轮小组赛中 八名运动员为了避开提前与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 保存实力采取了消极比赛 最终呢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国际羽莲认为采用这个小组赛赛制 会让不那么出彩的运动员打更多的比赛 因此羽莲一直在努力推广小组赛制 为此呢英国卫报就说 国际羽莲的初衷是好的 但却戏剧性的后院起火了 这可能为羽毛球项目在2016年奥运会之后的命运 敲响了丧钟